跳远比赛场地居本规则 比赛场地 田径竞赛规定 跳远沙坑至少宽2.75米 沙坑远端至起跳线距离至少10米 一般沙坑长6至9米 坑宽2.75米到4米 坑内沙面与起跳板表面在一个水平面上 跳远的沙坑一般设在田径竞赛跑到内突延以内的扇形区 或跑到外突延外侧 跳远和三级跳的助跑至少40米长 犯规线是20厘米宽的起跳板的远端线 跳远运动员落到长方形的柔软潮湿的沙坑里 在跳远比赛中 沙坑里起跳板有1至3米远 起跳板远端有一道粘土制作的犯规线 以辨别运动员是否在起跳时犯规 跳远比赛基本规则 第一应抽签决定运动员的失跳顺序 二运动员超过8人应允许每人失跳三次 有效成绩最好的前8名运动员可再失跳三次 失跳顺序与他们前3次失跳后的排名相反 如果在第三次失跳结束后出现第8名成绩相等 按规则第146条三处理 当比赛人数只有8人或少于8人时 每人均可失跳6次 三一旦比赛开始 运动员不得使用比赛助跑道进行练习 四如有下列条件之一则判为失跳失败 在未做起跳的助跑中或在跳跃中 运动员以身体任何部位触及起跳线以外地面 从起跳板两端之外的起跳线的延长线前面或后面起跳 在落地过程中触及落地区以外地面 而落地区外出地点脚区内最近出地点更靠近起跳线 完成失跳后向后走出落地区 采用任何空翻姿势 助运动员助跑时在任意位置跑出助跑道标志线不算犯规 上述四臂的规定外 运动员在起跳板后面起跳应为有效 测量成绩时应从运动员身体任何部位触地的最定点量至起跳线或起跳线的延长线 测量线应于起跳线或其延长线垂直 应以每名运动员最好的一次失跳成绩 包括因第一名成绩相等而进行的绝名次赛的失跳成绩 作为其最后的决定成绩 跳远比赛的裁判分工 主裁判两人 记录员一人 检查记录员一人 电脑操作员一人 电子测距员一人 落地裁判员一人 管理裁判员两人 实现裁判员一人 橡皮泥显示板管理员一人 风速员一人 评杀裁判员两人 各裁判员的工作职责 主裁判职责 全面负责本组工作 领导全组裁判员确保竞赛规则和规程的 有关条款的切实执行 顺利完成跳远比赛的裁判工作 领导本组裁判员学习相关条款和有关规定 制定裁判组工作细则 列出比赛所需器材和物品的清单 组织本组裁判员检查场地 器材和有关设备 组织本组裁判员与计算机终端进行现场实习 熟悉工作程序和器材性能 演练协调配合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如不能解决时 应报告填赛裁判长 每单元比赛开始前 按大会规定时间 规定地点 召集本组裁判员 并检查 布置比赛场地和器材 组织全组裁判员准时整队入场 向运动员宣布注意事项 组织运动员按比赛顺序进行赛前练习 领导本组裁判员准时开始比赛 严格执行比赛规则 掌握比赛进程 负责判定运动员失跳的成功与失败 监督成绩的测量 运动员破纪录后 报请填赛裁判长和技术官员审核 审核前三轮成绩及新排定的失跳顺序 并向运动员宣布 按规则精神审批运动员请假事项 处理比赛中的争议 如遇重大问题不能解决时 要立即报请填赛裁判长裁决 审查比赛成绩和录取名次 无误后签字 每单元比赛结束后 及时召集本组裁判员进行小结 提出改进意见 明确下一单元工作 全部比赛结束后 总结本组工作并写出书面报告 归还所接物品 记录员 记录运动员的失跳成绩 包括犯规或免跳符号的记录 每轮失跳完毕 与电脑操作员核对成绩及符号 前三轮结束后 及时排定新的失跳顺序 与电脑操作员核对无误后 交主裁判审核 全赛结束 与电脑操作员核对无误后 签字并交裁判 经主裁判 填赛裁判长 技术官员签字后 将原始成绩单和封速记录单 一起送交大会秘书处 与电脑操作成绩显示 封速测量的采判密切配合 确保记录无误和比赛顺畅 检查记录员 检查记录员的成绩 符号是否有误 协助成绩显示 采判的工作 电脑操作员 每项目比赛前 打印成绩记录表 仪式五份 分别送技术官员 记录员 两名管理裁判员 封速测量员各一份 赛中将每名将要试跳运动员的信息显示 与公告评 正确接收运动员的成绩 封速数据 或标注失败 免跳等情况 并将成绩或失败信息及时传送至成绩显示屏 前三轮比赛结束 及时排定新的失调顺序并与记录员核对 比赛结束 与记录员核对成绩 名次 无误后打印成绩单 一是两份交主裁判 一份留存 一份由管理裁判员交赛后控制中心 电子测距员 负责测量每次成功失跳的远度 并发送至记录台的终端电脑 按规则要求 分别于赛前及赛后 用标准钢尺对测量的读数进行测量 并记录检测结果 为确保比赛准确 本次比赛要求测距员在每轮失跳结束后 必须用对预置的固定测试点 核验仪器一次 落点裁判员 负责运动员落点的判定 准确判定运动员落地的最近点 并协助判断运动员的落地是否犯规 如落地出现犯规 及时向歧视主裁判示意 由主裁判判定是否犯规 负责运动员落点的丈量 在运动员落地最近点 精确放置测距仪反射镜 由测距员测定判读 指挥评杀操作 确保杀面平整并与起跳板齐平 赛前赛后与测距员一起完成测距仪的检测 管理裁判员 负责场内运动员的管理 维持赛场秩序 包括助跑标志的发放 检查助跑标志的摆放 协助主裁判组织赛前练习 监督运动员不得离开比赛场地 陪同请假运动员离场等 比赛中 提醒督促运动员做好失跳准备 使比赛更为流畅 分别带领比赛结束的运动员到赛后控制中心 妥善交接运动员的参赛证件 并将名次表交给赛后控制中心主裁判 实现裁判员 掌握运动员每次失跳的实现 当计时中只剩下15秒时 据黄旗示意 橡皮尼显示板管理员 负责橡皮尼显示板的准备和出现犯规时的更换与修补工作 使橡皮尼始终保持在合适的软硬程度 评杀裁判员 每次失跳测量完毕后 在落点裁判员的指挥下 迅速将纱面平整 协助落点裁判员准确判定运动员的落地最近点 跳远比赛制裁工作方法 赛前 主裁判领导全组裁判员 学习竞赛规则和规程等相关补充文件的有关内容 统一对规则有关条款精神理解 了解每单元比赛项目和比赛时间 明确裁判员的分工与职责详细研究裁判方法 并制定裁判工作细则 根据大会统一规定 与场地器材组配合 按规则要求检查场地和器材设施 进行裁判现场实习 进一步明确各岗位裁判员工作任务 工作位置 操作方法 以及相互配合的要求 统一裁判工作尺度 熟悉器材、性能和使用方法 并明确裁判员、运动员的进退场路线 准备裁判工作所需用品 写出详细清单 拟定天气变化的应急措施 赛中 按大会规定时间到场集合 按各自分工认真对场地器材、仪器设备进行检查、准备和调试 由主裁判由终端电脑提取本场成绩单一事五份 技术官员、纪录员、两名管理裁判员、风速测量员各一份 主裁判、组织本主裁判 按大会规定的时间路线列队入场 各就位后 做好赛前准备 运动员进入比赛场地 由主裁判向运动员宣布比赛注意事项 组织运动员赛前练习 管理裁判员分发助跑标志 监控运动员有序进行练习 主裁判赛前按规定时间 组织运动员按比赛顺序 每人练习试跳一至两次 赛前按大会规定的时间 主裁判组织运动员面向主席台列队 由大会进行运动员介绍 其他裁判员迅速整理比赛场地 介绍运动员后 管理裁判员督促并请运动员回到休息地点进行比赛 开始比赛 电脑操作员向电子显示板发送显示第一轮 第一名试跳运动员号码姓名 一切准备就绪 主裁判移开stop停赛标志 实现员启动倒计时期 比赛正式开始 运动员每次试跳结束 主裁判判定成功或失败 成功上举白旗 失败上举红旗 旗停留约2-3秒 以使运动员 裁判员 观众明确可见 随后移动stop标志到起跳板后 如失跳成功 落地裁判员将反射镜准确地插在运动员落地的最近点 测量员测定成绩并将其发送至终端电脑 电脑操作员确认后随即发送至成绩显示屏 如失跳失败 则向成绩显示屏发送 X符号 同时记录员人工记下成绩或符号 检查记录员监看记录员 包括电脑操作员的记录和操作 如封速数据不能自动传送至电脑终端 电脑记录员人 则应人工输入封速数据 运动员起跳犯规 特别是橡皮泥显示板上仅有少量痕迹时 橡皮泥显示板管理员应稍后 待运动员自行观察犯规情况后 再更换或修补橡皮泥显示板 成绩测量完毕 切无破记录情况 评杀裁判员迅速平整杀面 当运动员成绩超过记录 主裁判应首先确认风速 如符合规则规定 即请填塞裁判长和技术官员 对成绩进行审核 前三轮失跳结束后 记录员将后三轮失跳运动员名单顺序 与电脑操作员合对后 交主裁判再次审核 主裁判向运动员宣布新的失跳顺序 被淘汰运动员由管理裁判 带到赛后控制中心 及格赛要求在每一轮失跳后 将已及格运动员及时带到赛后控制中心 并与之妥善交接运动员参赛证件 第六轮失跳结束 记录员迅速整理好成绩 名次与电脑操作员合对无误后 签字并交主裁判 经主裁判、填赛裁判长和技术官员审核签字后 与封速记录单一起送交大会秘书组 电脑操作员打印成绩单一事两份 一份交主裁判留存 一份由管理裁判交至赛后控制中心 比赛结束后 尽快整理场地器材 列队离场 赛后工作 每场比赛结束 进行工作小节 明确安排下一场裁判工作 主裁判及时向填赛裁判长汇报工作情况 全赛结束 主裁判写书面总结 交填赛裁判长 主裁判长汇报工作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